最近国际油价被市场人士称为闪了妖,12月19日,华商包记者从多家市场机构了解到,新一轮成品油厂在窗口,将于12月28日24时开启,如物意外的话,与季节时下调100元每多。 不过,最终如何还需等待报改委权威通知?能源供大于求,国际油价暴跌至16个月新低。 截至12月18日收盘,纽约商品交易所2019年1月,交货的轻支援油气货价格下跌3.64美元,收于每桶46.24美元,跌幅为7.30%。 2019年2月交货的伦敦托伦特约油气货价格下跌3.35美元,收于每桶56.26美元,跌幅为5.62%。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,本轮调价窗口为12月28日24时。 隆重资讯数据显示,到12月18日收盘,OPERC减产落实前市场信心欠佳。 同时,俄罗斯及美国原油产量之高不下,家居全球经济前景转弹依据需求,国际油价在线暴跌。 截至12月18日,原油总和变化率,负1.98%,预计对应下降幅度100元每吨,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,将于12月28日24时开启。 华商包记者黄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